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期貨價格上漲2% 突破每桶75美元 盤前股票期貨下跌 美國國債收益率小幅就高 10年國債收益率星期三收在3.78% 在美國上市的中國股票波動不定 隨著北京刺激計劃引發的漲勢出現消退跡象 阿里巴巴等科技股盤前下跌 香港恆生指數下跌1.5% 中國內地股市優勢 受到美國經濟強勁跡象的提震 美元走強 英國央行表示 如果通脹繼續緩解的話 可能會進一步降息 英磅對美元下跌大約1% 日本新手上明確拒絕加息 日股高開高走日圓下挫 8點半公布的美國上星期 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升到22.5萬人 高於預期和前值 四由輸出國組織和聯合部長監督委員會 JMMC在星期三 維持目前市油產量的政策不變 同時強調一些成員國 需要進一步減產 以彌補先前超出的產量 中東緊張局勢升級 推動避險資金的購買 小費農帶動美元重返近期的高點 美元在星期三創9月11日以來的最高 美元對歐元回率星期三 觸合三個星期的高點 李奇蒙聯儲銀行的總裁 湯姆·巴爾金在星期三表示 通脹取得進展 而且有跡象顯示經濟的定價權正在被剝奪 但央行現在宣布 戰勝通脹仍然為時過早 說到明年的前景時 他說我更擔心通脹 而不是勞動力市場 美國總統拜登在星期三 講到美東碼頭大罷工 令到美國東南部社區面臨經濟 人道主義的危機 拜登擴大對美國進口僱主 和航運公司的壓力 要後資方重啟和碼頭工人的談判 並警告說 正在進行的這場罷工 恐怕會變成一場人為災難 在我們來看企業和個股訊息之前 請記得訂閱和點讚 多謝大家 OpenAI星期三表示 已經完成最新一輪的融資 籌到66億美元的資金 公司估值是1,570億美元 穩居人工智能領域的定接地位 微軟在星期三發表聲明說 公司計劃在未來的兩年內 投資43億歐元 加強它在意大利北部的人工智能 和雲端基礎設施 服裝公司Levis下調了今年的收入預期 並暗示可能會再次嘗試出售 它的Doggers品牌 盤前股價下跌超過10% 特斯拉盤前股價下跌1.5% 在星期三 這家電動汽車製造商公司 公佈季度交付量後 股價下跌3.5% 10月2日 豐田汽車和電動飛行汽車初創公司 Joby Aviation聯合宣布 豐田汽車將會向Joby再投資5億美元 以支持Joby對它的電動垂直起降飛機 進行持續認證 並加速兩家公司在商業化生產方面的合作 俄羅斯莫斯科地區仲裁法庭在星期三 凍結了花旗俄羅斯分行持有的 紐約梅隆銀行資金 以及摩根大通俄羅斯分行持有的 摩根大通資金 總計大約是3.7200萬美元 中國科技大廠華為在9月20日 發售首款的三接手機Mate XT之後 就有中國網友在社交媒體上公布影片 指Mate XT出現螢幕損壞的問題 業界初步預測華為三接手機的耐久性將成為關鍵 南華早報報導 在北京推出火箭桶式的刺激措施 引發長達一個星期的罕見股市飆升後 日本野村投資銀行首席中國經濟學家 葉挺在星期三警告說 鑑於目前的股市動力 以及我們對中國社交媒體上的投資情緒追蹤 未來幾個星期 重演2015年 市市級飆升 和破裂的風險快速升高 即使投資人 目前仍然或是沉迷在市場的多頭 但我們希望北京能夠更清醒 葉挺指出 雖然股市的股值和槓桿距離落入危機上遠 但中國的經濟 是因為房地產持續低迷而現處於緊急的模式 他說 北京肯定將會推出一連串的財政措施 和其他支持性的政策 但因為醞釀中的股市泡沫 以及什麼應該是北京重中之重的爭議性辯論 仍然存在 相關財政措施的最終規模和內陷 或者仍然相當即興和不確定 他認為 最惡劣的情況是 股市狂升導致到類似2015年的股災發生 而北京或是數株印鈔票的手段 來押止股市的跌勢 如果是這樣 中共當局或者會持有過多的股票 並減少流動性 加劇資本外逃 引發人民幣貶值 限制中共人民銀行買入更多股票的能力 大紀元報導 中國經濟持續下行時 中共國資委日前宣布 各有企業到2025年 必須普遍推行 沒等調整和不勝任退出制度 並說防止沒有制度、沒有動力 分析認為 這是變相財源 在中國經濟嚴峻形勢下 精簡人緣減少開支 但會使國企的政治鬥爭白熱化 互相傾壓 將真正有用的人清洗出去 也有網友表示 國企下江潮又將歷史重演 國企都是親屬關係 最後排倒數的肯定是沒有關係的老實人 路透社引述消息來源說 中共在未來兩三年 計劃裁員500萬至600萬國企工人 台灣南華大學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孫國祥表示 國企裁員並不能真正解決 中國的經濟問題 政治體制改革才是關鍵 她說 中國經濟中存在深層次的問題 如國企的效率低下 政府債務、地方債務 國營企業萎縮等 這些都是需要政治體制改革 才能解決的問題 但政治體制改革 就會涉及到深層次的利益格局調整 這都是中共無法做到的 華爾街專欄表示 中國政府上星期 出人意料地決定採取果斷措施 環救經濟增長 對至少部分人來說 這個政策大轉態 被人似曾相識的感覺 就在22個月前 中共政府也曾經突然行動 取消了讓中國和外界隔絕兩年多 並令到經濟遭受重創的動態精靈政策 政策急轉 一度令中國陷入了新的公共衛生緊急狀態 醫院措索不及 無力應對大量患者 這兩次的政策急轉之間 明顯有相似之處 兩者都表明 習近平的集權做法 導致了有效的政策滯效出台 文章指出 近兩年來 經濟學家和投資者曾呼籲 中共政府採取有力的行動 來支撐經濟增長 官員也召開了越來越緊急的會議 討論如何應對外資撤離 以及資金短缺的地方政府所面臨的巨大壓力 然而北京還是無法採取更大膽的行動 直到最近的官方數據顯示出 青年就業形勢日益嚴峻 但顯示出社會穩定面臨潛在的威脅 這位最高的領導人才對經濟表現出一些擔心 即使最近打出了促進增長的組合權 在經濟真正復甦前 北京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CNBC報導 金融市場劇烈震盪來襲 日魯大學科學院蔡英文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 史蒂芬·羅奇表示 中東地區衝突和美國失業率上升 市場面臨雙重打擊的危險 羅奇表示 在全球央行開始放鬆貨幣政策之際 中東衝突正在加劇通脹的風險 市場真不知道應該走向哪裡 我們可能會看到市場劇烈波動性顯著增加 另外瑞士聯合銀行 全球財富管理地區首席投資長 海爾文泰表示 市場的避險走勢 是否會持續更長時間取決於幾個關鍵因素 其中之一就是以色列對伊朗襲擊的反應 交易員也正在關注週五的美國非農就業數據 以獲取有關美聯儲9月大降息後 經濟情況的更多跡象 高於預期的失業率 可能會促使美聯儲加快寬鬆週期 以實現軟著陸 海爾文泰還指出 另一個可能推動市場進一步波動的因素 是美國碼頭工人的罷工將持續多久 歐洲汽車製造商協會 ACEA表示 歐盟在8月純電動車的銷售量 銳減43.9%至165,204輛 是連續第四個月的下滑 其中德國的電動車銷售量暴跌近69% 銷售量只略高於27,000輛 和一年前的銷售量激增成為強烈的對比 CNBC報導 隨著電動車銷售急降 加上歐盟明年將會實施 更嚴格的汽車碳排放規定 所有新車排放上限 至2024年每公里116克降至94克 每超過1克罰款95歐元 歐洲汽車巨頭將會面臨巨額的罰款 荷蘭國際集團 運輸和物流高級部門經濟學家 盧曼表示 以生產量來計 罰款很容易達到數百萬美元 另外根據路透社報導 雷諾行政總裁 盧卡德梅奧日前表示 如果電動車銷售量維持在目前的水平 歐洲汽車產業可能會需要支付 150億歐元的罰款 或放棄超過250萬輛汽車的生產 歐洲汽車製造商呼籲 歐盟機構在2025年 新的汽車和貨車 一樣排放目標生效之前 採取緊急救濟措施 大陸媒體《證券時報》報導 香港恆生指數上星期 帳幅高達13% 這股漲勢延續到這個星期 星期三 當日的帳幅超過6% 重返2萬2千點的大關 有小顧問說 目前港股的狀況有些像港劇大時代的感覺 表示一個星期就賺了超過20% 數據同時顯示 上星期港股開戶量大增103% 事務基金經理馬克表示 雖然他仍然看好港股的投資價值 不過上升幅度那麼快 他也會謹慎一些 手中持倉會逐漸降下來 等回調之後再買 海通國際分析師周凱宏也認為 目前港股這波急象收復已經基本到位 短線仍然有上衝能力 但是已經超買 認為現在有能力入場的資金 大多已經入場了 未來還有美國大選 全球地緣政治和中國經濟數據問題等風險 投資人值得注意 港股在星期四遭遇大幅度回調 香港恆生指數下跌1.5% 本來是首爾倫敦 五遺敦 宗貽 和獨立 一wed 十六 四 四 至少